桃園市平鎮親子館在107年開幕 當時是以全國第一座木座玩具為特色的親子館 但近日有家長在網路上PO出了影片 爆料有民眾將木球踩在腳下當按摩用具 讓家長置顧噁心 親子球池旁坐著一對男女腳不停的來回轉圈 仔細一看他們居然將球池裡的木製球踩在腳下動啞動的 目擊民眾將影片PO上網氣憤的表示 寶寶目前處於口腔期抓到什麼東西都往嘴巴裡面塞 結果近看到有人將球池裡的木球當成自己腳底的按摩用具 不少民眾看了直呼怕怕的 就覺得有點髒吧 對小孩子可能會比較不太好這樣子 然後就會覺得說 欸 這樣小孩子會不會老塞啊什麼的 民眾不瞞木球被不當使用將影片PO上網 而除了拿球按摩腳底之外 甚至整個人躺進了球池 服幼局回應會加強消毒和管理 那幼兒如果是在口預期在親子館使用叫玩具的時候 有被口水沾濕或者是弄髒的情形都可以放在口水欄 或是交給工作人員 那親子館會同意做清潔跟消毒 如果家長在親子館裡面有發現親子不當的使用叫玩具 也可以向我們工作人員來回報 服幼局將加強親子館的人員訓練 現場走動式的服務及管理 並呼籲家長帶嬰幼兒入管油器的時候 按照玩具的設施使用規則 進行遊戲與學習 按照玩具